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辩论的内容 SpaceX的先机飞船进入太空洲资料地球飞行了一半以上 然后在印度洋上空结束了火热的结局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宇航局选择有朝一日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的最成功的演示 虽然这艘航太气未能再重返地球大气层后幸存下来 但它完成了许多关键的里程碑 这些里程碑被誉为说明SpaceX完善世界上最大最强大的火箭飞行艺术的重要一步 除了近乎完美的发射外的船在东部时间上午9点25分 从其SpaceX位于德天25分 从SpaceX位于德靠近墨西哥湾的私人发射场升空和飞行了近一个小时 突推起的所有33的发动机都成功点火 近三分钟后 近三分钟后 经济飞船分离 开始了由其六个发动机驱动了全球之旅 这次任务是SpaceX对星际飞船系统的第三次试飞 美国宇航局热切期待 美国宇航局正在投资40亿美元开发星际飞船 他打算在阿波罗时代以来的前两次人类驻驻中 将宇航运送到月驻运送到 月球SpaceX还打算使用质量近400器来部署其下一代 Scarwin库联网卫星 科学界的许多人都渴望用它来将大型科学仪器和望远镜 部署到太空中 恭喜SpaceX是非成功 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尼尔森比尔 美尔森比尔万森比尔 美国宇船拥有大大紫色的微观船们已经翱翔在天空中 我们一起通过阿尔托尼斯大踏步前进 将人类送回月球然后展望火星 飞飞行器统成为星际飞船船 为与顶部的航太气组成为与顶部的航太气组成 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菲萨西行医官埃隆 马斯表示 在公司已经生产了其他几枚火箭 并希望很快再次飞行 在这次飞行中火箭的超过了1600000米小时 这将是航太气能够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 相反SpaceX命令航太气重新进入印度洋上空的大气层 在某位撞击增厚的大气层后 它产生了约200华氏度的热量 并且没有幸存下来 助推器在墨西哥湾上空落回地球时 开始翻滚后也丢失了 尽管如此 它仍然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星际飞船飞行 这是来自华盛顿邮报 今天的报道真要根据这些内容 六度辩论进行了多角度辩论 各位观众朋友们 晚上好 我是主持人六母天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主持这次的辩论活动 我们的辩论题目是 私营企业的参与是否能提升太空探索的效率和效益 这个话题的背景是 最近4T6X的星际飞船完成了第三次试飞 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次试飞 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 历史上的太空探索 无论是登月计划还是国际空间站的建设等 一直是由政府主导的 但近年来 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私营企业逐渐展露头角 以SpaceX为代表的私营航天公司 开始逐渐涌入这个领域 把商业模式引入太空探索中 这是否真的可以提升太空探索的效益 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亦或者这种情况下的太空探索 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和挑战 我们不妨借此次辩论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正方变兽 滔滔和反方变兽 他们将从历史事实 权威数据 多角度立场 严谨地论述他们的观点 并及时反驳对方的说法 我们期待他们为我们带来思想的碰撞和智慧的虎话 在此我要提醒大家 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赢 而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问题 以令我们能够更好地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挑战 在辩论中尊重他人 保持开放心态 愿意倾听并理解他人的观点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期待紧张并愉快的辩论时刻吧 我是正方变手滔滔 我将为大家具体阐述私营企业参与太空探索 能够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效益增长 我的理论根据历史事实以及权威数据进行推理 以SpaceX为代表的私营航天公司 重新定义了太空探索 SpaceX于2024年成功发射了第三次试飞 这被视为至今最成功的一次试飞 成功的原因有多种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效率的提高 这艘由世界上最强大的火箭提供动力的航天器 在太空中飞行了近一个小时 证明了高效率的力量 正是因为SpaceX的参与 使得太空探索的效率得以提升 我认为私营企业极大的优化了航天产业的效率 与传统由政府主导的重量级计划相比 SpaceX等公司以相对较小的预算 迅速地研发并执行了多项任务 比如这次成功的是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再者对于效益方面的讨论 私营企业将商业模式引入太空探索中 这使其可以迅速融资 并且提高了项目的经济收益性 这不仅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 还会促进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创新 私营企业运作效率高 反应迅速 能够迅速调动资源广泛参与到探索中 由这些企业自主研发的先进技术 甚至可以帮助降低成本 尤其是燃料和人力成本 这在传统的太空探索项目中是难以实现的 以SpaceX公司为例 它研发的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 极大的降低了太空探索的成本 提高了效益 根据美国国防部2016年的一份报告 SpaceX公司的研发成本 只有传统的太空发射工具的一半 而且 在这个过程中 SpaceX创新性地发展出了 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 将每次发射的成本降低了超过一半 最后 商业模式也为太空探索 引入了更多元化的投资 这对于推动创新和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SpaceX就是其明显的例子 其投资者范围 从富裕的个人到大型的风险投资公司 综上所述 我认为私营企业的参与 有助于提升太空探索的效率和效益 然而 这并不代表没有风险和挑战 但我相信 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信息公开 透明度和责任质等方式 得到管理和解决 谢谢大家 我是反方便手芽芽 我尊重滔滔的观点 但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 就效率来说 私营企业的参与确实提升了太空探索的效率 SpaceX的确在短短几年内就成功地研制和发射了火箭 这的确比传统的太空探索项目显示出更高的效率 然而 我认为这不能归功于私营企业的商业模式 而是因为SpaceX等公司得到了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 以美国宇航局 NASA 为例 它初期为SpaceX提供了资金支持 同时也向SpaceX提供了技术咨询和指导 此外 SpaceX主要的收入来源 就是为NASA运送物资 给予航员至国际空间站 如果没有政府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SpaceX可能早就在众多的失败中倒闭了 因此 为了实现更高效的太空探索 政府的支持与主导人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 就效益来说 我认为私营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仍旧有限 这是因为太空探索的性质决定了 其投资回报周期长 风险大 SpaceX发射的这次 是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这次飞行成功了 但航天器在重返地球大气层后 并没有完全成功 最后 商业模式并不能保证太空探索的安全性 商业模式所追求的是利润 这可能会使得企业在安全性和投资回报之间 做出妥协 如果发生重大事故 可能会对人类太空探索对信心产生严重的打击 综上所述 我认为私营企业的参与并不能完全提升太空探索的效率和效益 政府的支持与主导人士必不可少的 对于商业模式 我们应该持谨慎态度 并确保在追求利润的同时 不能忽视安全性 谢谢大家 在这场辩论中 我们听到了正方变手涛涛和反方变手芽芽 对私营企业参与太空探索 是否能提升效率和效益的不同观点 正方变手涛涛认为 私营企业的商业模式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和经济效益 而反方变手芽芽则认为 政府的支持与主导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从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 私营企业的参与确实为太空探索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比如SpaceX的成功是非 证明了它们的高效率和创新能力 同时 私营企业的商业模式也带来了更多的投资和创新 并且降低了成本 提高了效益 然而 我们也要注意到 私营企业参与太空探索 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私营企业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和合作 政府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是私营企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此外 私营企业的商业模式注重利润 可能会在安全性和投资回报之间做出妥协 这对太空探索的安全性可能带来风险 综上所述 私营企业的参与确实为太空探索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但我们也要保持谨慎态度 并确保在追求利润的同时 不能忽视安全性和政府的支持与主导 我们鼓励大家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Build the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